現在我們是不是旅遊業、酒店業 是做數爆到房價回報是歷史新高 不是 我們是否面對很多挑戰呢? 是 如果房間要收稅 我們現在想去過夜是背道而馳 真的想賺錢的話 你又不過夜了 但你也要入泥 你入泥的時候我就收你稅 可能收得多於房間稅 歡迎大家繼續收看古壇事件的第二節 我們上一節說了整體香港旅遊業 這一節不如說Casper更加關心的酒店業 現在我們常聽到內地的旅客來香港 好像八成都是國內旅客 香港的東西很貴 酒店也很貴 現在政府說好像想在明年恢復徵收 酒店的房間稅有3% 預計每年可以帶來11億的收入 但說真的現在酒店的旅遊業 都不是那麼興旺 其實徵收這個稅項會不會減低 這些所謂的過夜旅客來香港的意欲 對於現在我們酒店業界是否叫雪上家商 還有接下來酒店業的 他們自己要承擔所謂的房租稅 Casper 和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說我們香港的定位 是一個國際旅遊城市 商業亦都金融很多會議在香港做 所以如果我們以香港的房價來比較 我們應該以東京、上海、北京 最核心的地方 如果你說我剛前去過歐洲、倫敦 去過阿姆斯特丹那些地方 他們一點都不便宜 如果以房價來說他們比香港貴 平均也是 但是我們要看的就是 我們香港的定位內容來說 我們是有個理由為何那些旅客 會特別來這裡去體驗 我披除暑假 暑假我們就做家庭休閒旅遊 我們香港比其他國家地區 有少許不同 我們做365天的旅遊酒店房間生意 為什麼呢? 如果我去到一些城市 他們說一定去做幾轉 就只是做旅遊旺季 對我們來說 我們除了做紅一那些旺季 我們其他的旺季更加重要 商務旅行 我們做MICE 我們做Conference Meeting Event 這些是我們一向香港 為什麼我們可以立足在 國際大都會旅遊城市 我們擺到這麼高質素的原因 為什麼在全世界最top的Hotel Brand 會一定爭住在香港要有一個地方 是這樣的原因 所以剛才所說 如果我們香港要比 我簡單說 如果我和三亞比 三亞的平均入住率和平均放租 都比我香港高 入住率也比香港高 入住率也比香港高 就是平均全年入住率 第二就是平均房租和回報價 如果你說它兩國高的話 即是那個行業就好了 香港如果我要再說 就是我們比起疫情前 先說到疫情前 疫情是不能比的 我們那個入住率 現在嘗試追回以前的 但是我們的平均房價和回報 已經是低過了 以往在疫情前的水平 作為投資者 我代表酒店業主 我看著數字 為什麼會跌了很多呢? 尤其是Yield 你會看我們營運成本高了很多 營運成本高來自甚麼呢? 那些客人回來了 但我們現在請不到人 說了成年了 請到人會有甚麼呢? 我們可以請外勞 我們可以請 但是請到我們有些企業 就還未批到 即是成年了 就放棄了就請了 你說我是不是省著錢不請 不是的 我現在找得到人 他的成本價已經執訪 可能有些升了100% 接下來如果我們作為投資者 你想吸引資金在香港 來香港的時候 去投資做酒店的話 你又請不到人 回報又低了 水店回舊 今年升了10-20% 現在仍然是加水幣 雖然那些影響不多 幸好垃圾徵費 暫時各自 那些影響大 酒塑膠也有些成本上升 但環保我們值得支持 但你看得到整套東西 看上去壓力是大 所以我回應你剛才的稅 究竟我們是否生意寫得很像 剛才我去過意大利 Venice 他們有個城市稅 為何呢? 客太多 多到他不想你這麼多人來 拖行李拖到石頭開始難了 所以他就說 你們進來城市我增稅 帶你來住酒店我便免費稅 你會看到所有政策 都是圍繞著如何吸引更多優質 旅客帶動經濟 推動消費 所以我回應你剛才的事情 就是現在我們是不是 旅遊業、酒店業 是做數爆到我們的房價 回報是歷史新高 不是 我們是否面對很多挑戰 是 接下來會否也有些挑戰 也會有的 但是就盡量配合 你知道現在的制度 沒有很多過了 那就盡量做吧 我自己不太熟悉旅遊業 但我也經常聽到 旅客現在不過夜 我們現在是要鼓勵他過夜 如果你想鼓勵他過夜的時候 他過夜還要給多3% 房間稅 如果房間要收稅 跟我們現在想去過夜是背道而馳 現在日來的人不少 過夜的人少 如果真的想賺錢的話 我也是在日來的時候就賺他 你又不過夜 但你也要日來 日來的時候我就收你稅 但就不要叫入境稅 我們歡迎入境 為什麼可以入境收稅 如果要收 好像大陸有些基建稅 都合情合理 你來到又包我的路 又用我的設施 會折舊 幫補一下 幫補一下 如果過夜 就會有些扣稅 你會變成有益 就是鼓勵他過夜 徵收入境 不能叫入境稅 基建稅 在入境的時候收 如果你願意過夜 我便會回水給你 有獎有罰 有兩點 這些會吸引到他來 對你們有用 有用 有了任何的錢可以進來 吸引他們消費 過夜 即是我們要鼓勵人 過夜 就是要等多些人 而且我相信收基建稅 可能收得多於房間稅 他現在也很壓力 但機場好像收了提升保安的稅 因為那個數字和機票 始終差一個距離 所以收了很多人都不知道 航空公司說收 太多了 現在已經有很多雜貌了 剛才提到酒店業 面對入住率的問題 但香港現在出現的情況 就是學生的住宿供應不足 稍後可以問 司老闆和司老闆旗下的生意 都好像投資了不少的學生公寓 在香港 現在非本地學生的數量 就高速增長 縱利行估計私人學生 住宅的秘業租金會不會 超過5厘 相關就是 那些中小型的酒店 或新建的酒店 會不會轉型成為學生 宿舍的一條出路 這兩位都可以很多話說 我先私家給Casper 如果開始酒店轉型做宿舍 即是我們酒店業 就在走下坡 即是你說我們做長租與短租 很多人都經常問 你做長租很好 staycation很好 我經常都說 我們做酒店旅遊業 如果我們做staycation 我們做長租 即是說我沒有生意 你脫離開 我一定是短租 匯報是比長租好 不過你剛才說的是 香港現在我們面對的一個新態 新常態 人才政策很成功 我們吸引了很多 來港的新移民 讀書的高材 接下來可能希望 他們再推進教育產業 吸引更多的學生來香港讀書 這個需求很大 帶到去哪裡呢? 我經常找到大學 他們都說他們找不到地方 讓學生去租地方住 是有這個市場 接下來我覺得會越來越大 但當然你的問題就是 如果酒店轉型怎樣 你問我 我就不希望有這樣的方向 其實如果我們香港的租務市場 正在上升 雖然看數字也是做得很好的 是否應該我們可以雙軌並行呢? 如果要我們酒店 開始轉型去做長租 然後可能將有一半的房間 轉型去做學生宿舍 甚至其實現在很多 不僅僅是學生宿舍 可能有些中資企業 來到香港他們要找員工宿舍 這個需求我聽到越來越大 但對我們來說 如果是想找我們酒店去做長租 那是一種幫我填一些房間的方法 但如果你問我 要去做轉型 我不希望 長遠是用甚麼方向移動 香港有三百多間酒店 十萬多間房間 未來就會不見一半 但現實是正在發生的 我認為疫情期間 真的有很多空置的時候 亦會搞少許長租、月租 我記得當時 我在下面有一間 House730的地產網站 很多酒店業在做長租 但現在最近都少了 因為長租一定收的錢少些 如果轉時租還收得多 慢慢的 所以沒有理由去轉場租 我自己覺得香港要做學生公寓 現在需求正在增加 但需求正在增加 那些統計 拉雲都是三點幾個百分比 三點幾個百分比 你做學生宿舍公寓 其實是一種 好像地產信託基金 要找投資者去投資 香港的金融市場 可以給投資者的回報 現在有些股票會 SMA有Discount 回報到六、七點 股票很高 可以給三點幾 那為何吸引人去投資 所以那不是一個大出 雖然我也有做 我的同事經常說 A先生你不要說到這麼差 我就覺得香港 不是很有條件 搞這些學生公寓 因為你那個租金回報 現實的租金回報 和要將它金融化 要給到的回報 是有差距 另外香港的樓價還在下跌 你做這些事 除了有租金回報 還面對資產 貶值的機會 就是比較難推 只能說 你有一個地盤 做三星級酒店 你現在轉做學生宿舍 可能更穩陣 在一個位置不太好的地方 去做酒店 其實酒店轉 都不如現在最多是寫字樓 很多寫字樓 寫字樓 寫字樓15% 如果有些地方 政府如果鬆手 讓它改用途 所以我自己覺得 如果做學生宿舍 政府開放一些二、三級的寫字樓 做學生宿舍 很多大學都找不到宿舍 如果整個寫字樓 丟空了很多 不如改一點 叫做合法劏房 香港寫字樓 香港寫字樓 可以出路 不過說回酒店的情況 剛才探討過 如何增強香港的經濟 等等 但有些人說 其實服務會不會 是其中一個要檢討的地方 因為網上之前有些片段 看到酒店員工 和客人發生衝突 或者問Casper 你怎樣看這類事件 或者你覺得酒店業 是否要做一些事情 防止這些情況發生 會不會趕客 我相信早前那些是個別事件 而且如果你回顧那個特別案例 沒有特別出來大家知道的 就是我們的酒店業員工 是被攻擊的 有扔東西去去去的 當然 我們怎樣做好服務 這是首要 如果有一些 可能顧客是比較 可能等得內奴 一點的 我們都應該要有一個 patience 我們要顯示 我們香港的服務質素 耐性 當然我們都應該要 給他們多些指引 如果面對一些 比較hostile的情況 我們當然是 尋求警方合作 協助 但如果香港酒店業的水平 我要整體去說 就是世界頂尖 為何這樣說呢 我們如果看回去年 全球五十大酒店的評級來說 我們香港唯一一個城市 是有兩間上榜 你問我 其實香港去到這麼高級水平的酒店 所以剛才所說 個別的例子 我們都覺得很可惜 但同一時間 我們不希望這個影響了 我們香港的酒店服務的 高質素形象 所以剛才所說 我們對於我們員工的支援 也要多 剛才所說 如果一個地方 我應該要聘請十個人 但我們只有兩對手 對他們來說都是不公道 所以各方面 我們業界必須要創新 做好我們的服務 有需要的時候 也會尋求政府幫助 但最終也是 我們每人要走一步做多些 我自己覺得 香港的酒店業的服務 其實就差不多去到 不算多瑕疵 很難找到位去挑剔 我不知道你舉個例子 是甚麼原因 現在我覺得 唯一出現不足的地方 都是人手不足造成的 人手不足 那你執房也執不住 有些時間上可能遲了 你在酒店 你可能想下訂單 那邊還在寫 那邊又叫 那就影響服務質素 所以我覺得 解決那個勞工問題 是有量才提供到質素 你沒有人做 你又說是甚麼好質素 十張桌 你收入到三張 那七張當然是不強 所以如果你要改善質素 你要讓他請到人 另外我自己也打過工 做過服務業 我有時都很不強 有一些有錢人 有錢大了 我都不太強 有時我最多不鬼怒 我們經常跟我們善錢員工打氣 因為他們的確是 我們香港酒店服務業的 最主要的主角 沒有他們的服務 我們怎樣可以做好 旅遊形象 好 今天時間差不多 非常多謝CASPER 抽選手給我們 都可以反映一下 剛才先生說的一個巧合 有一個入境的消費券 派下給一些旅客 他們吸引他們多些 在流港消費 還要集中在某一些地點派 集中優勢突破一點 先搞英國 只要搞英國也有很多話題 其實是 今集時間到此 多謝大家的收看 記得訂閱和分享 我們下星期再見